我覺得首先你可以看現在各臺媒體 批柯文哲的程度 我覺得就等同於柯文哲的民調 所以大家批柯文哲越兇 那表示柯文哲的民調 越有機可以看到 有些端倪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剛剛我蠻認同 就是可以看得出來 他現在還是有一些些影響力在的 我覺得大家如果持續在關注柯文哲 因為大家可以瞭解嗎 其實高宏案的案件 從八個月前已經論過一次了 然後呢上個上個禮拜 其實檢調已經開了記者會 同時到現在的起訴書 現在的公布起訴書 不是所謂的新事實 新事證 是當初檢調 他們本來就是依照這份起訴書 開的記者會嘛 所以基本上這些內容 我們現在討論的所有東西 就跟檢調當初要起訴他原因是一樣的 這個是前提 然後再來我還是堅信啦 無罪推定原則 現階段我覺得其實剛剛那個原志就說了 我們現在誰都不是法官 我們誰都沒有辦法去判決說 高宏案現在到底是依什麼樣子 到底是貪污還是詐欺還是什麼 各方面我們沒有人可以去定他罪 那同時我很認同剛剛益善哥說的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人 因為剛有個比例好像十幾趴的人 支持檢調辦案嘛 對不對 因為他就是要提供司法 他去判奪的一個空間 所以基本上我們也是支持檢調單位 那但是呢我覺得這整個案件 我個人的角度啦 有一點點政治操作的意味有點重 因為像剛剛原志說的 民進黨現在一窩蜂的去疼惜林根仁 這讓我們真的是蠻意外的 因為在上次大選的時候 林根仁感覺就是好像過街老鼠一下 每個人都這樣子 好像就把他放在旁邊一樣 那我覺得現階段你可以看得出來 所有的內容 我個人認為行政上面的操作 是不是有比例較大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檢調單位終究還是行政院下的 法務部的檢調單位 但是我們最終還是要還司法清白嘛 所以現階段的內容 我們從頭到尾 你看喔連柯文哲 我們就是支持高鴻安 提出他相關的證據 捍衛他的清白 這個我認為自投自偽都沒有變過 所以現階段 當然有幾分證據說 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嘛 高鴻安坐不坐牢 要三審定驗才能確定 可是在此時此刻 或是說每一秒每一刻 人民心中都以把他吃 來對這個案件來去做評分 所以我強烈建議第一件事 民眾黨的朋友在談高鴻安的時候 不要再講無罪推定 不要再講無罪推定 我在講是不要再講無罪推定 第一件事情 新竹棒球場有人被起訴嗎 沒有啊 第二件事情 柯文的講說民進黨幾千億的弊案 不要講幾千億啊 有任何一億的弊案被起訴嗎 沒有 第三件事情 賴靖玲在我們錄影的之前 剛剛辭雲報的董事長 贊清白 不是贊清白 為什麼要談的是賴靖玲有被起訴嗎 那他幹嘛要辭職 他的意思是他知道很多事不是起訴 然後再拗無罪推定 再拗一審二審三審就OK了 他清楚的知道或是民進黨清楚的知道 人民在每一秒每一刻都有一個詞嗎 吵了這麼久他才決定此處 對那高宏安吵了八個月被起訴了 還在拗自己是清白 還在拗無罪推定 所有談的事情是 我歡迎民眾黨繼續去講無罪推定 我歡迎柯文哲郭台民主連繼續跟高宏安綁在一起 可是第一件事情 所有事情尤其在投票的時候 不要講無罪推定 而且你們在檢驗別人的時候 也不是無罪推定 只要雙重標準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你不要講一般社會怎麼看 看藍營怎麼看 高宏安吵 我現在不要講東京選民 我不要講綠營藍營的選民怎麼看 前者大白話 友台的藍的吧 不是1450吧 他自己粉算上怎麼說 二零二零年的林志堅跟二零二四年的高宏安 共同點是什麼 第一條都跟新竹有關 第二條都有大咖要他去站清白 來三十五六條大家來看 參考看看藍營怎麼講高宏安 三自以為聰明 四壓垮落頭的那根稻草 四五曾經 什麼叫曾經 過去了 曾經是年輕行想考的政治明星 六一絲恩命 林志堅愛一絲恩命 我已經知道了 高宏安的一絲恩命是什麼 誰跟他綁在一起誰就是恩命 第七條 認錯真的好難送給所有民眾黨朋友跟在幫高宏安辯護的人 這不是我講的 也不是1450講 藍營媒體人講的 公正美麗的藍營媒體人講的 認錯真的好難 這句話送給大家 第三件事情 聯合報總不是什麼綠媒了吧 獨家 高宏安效應 柯文哲力挺高宏安 藝人混全黨 焦慮在民眾黨內蔓延 我不為這個獨家背書 如果這個獨家是事實 恭喜民眾黨有反省的能力 如果這個獨家不是事實 恭喜民進黨遇到一個不會反省的對手 叫民眾黨 這獨家就這樣 我就這樣解讀 好或不好 大家自己來放行蹤了 可是這次是什麼 看一下 是白紙黑字的起訴書 證據力完全不一樣嘛 那怎麼會有人天真的說 八個月前我挺高宏安會贏 所以八個月後我再挺咧 民調已經告訴你不會贏嘛 你是挺了之後 兩成六支持度的案例 你怎麼會贏 而且還三個人分這兩成六 有沒有數學概念啊 所以我再講一次 第三件事 我歡迎大家繼續挺高宏安 連業縣子都倒戈了 業縣子上禮拜 還在罵國家機器 也是有啊 對不對 這兩個人 這個禮拜開始通文啊 這個我覺得不衝突 這個禮拜開始通罵高宏安 行政跟司法本來是兩條路 你不要破業縣這局 他就是要轉彎了 他過兩天罵更兇 沒有 我覺得高宏安出來受訪 他講那一句話真的很不對 很不對嘛你看 觀察不佳 不過你上個禮拜沒有像今天這麼兇 對不對 大家歷歷在目啊 不要假裝啦 牆頭炒上書大人 我沒有辦法停你 狗鼻子知道要轉彎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有很多面向 我一開始是先談第一個面向 你先去跟他談第二個面向 你先去交流 朱立倫怎麼轉彎 業縣子上禮拜只有說 如果是他 他自己不會做這些事 對不對 剛剛痛罵到 我以為我看錯人了 他以為是民進黨貪污被抓 我衝突啦 所以業縣子狗鼻子 已經知道轉彎了嘛 我就看什麼時候轉嘛 看郭大英明什麼時候轉嘛 朱立倫什麼時候轉嘛 為什麼業縣子今天轉彎 那關鍵來了 因為有新的判決書出來了 起訴書 起訴書出來了嘛 因為我們上禮拜在談這個案例的時候 我就覺得怪 很多關鍵事情在這邊起訴書看不到 這邊起訴書裡面只有談什麼 都是高宏安助理的證詞 對不對 所謂的LINE對話記錄事實都沒有出現 可是這個不合理 因為這樣要搞一個人太簡單了 比如說我今天要搞業縣子好 那業縣子三個助理 串一串說 業縣子貪污 然後按鈴申告 然後法官問 對對他有貪污 那業縣子貪污嗎 不可能嘛 除了人證去外需要物證嘛 所以原來昨天我們談的這個判決 上禮拜我們談的判決書 起訴書 是閹割版的 有完整版的 完整版為什麼跑出來 因為高宏安跑去受訪嘛 周周康專訪嘛 講一大堆嘛 示範什麼時候叫做起訴後 態度不佳嘛 原本是犯後態度不佳嘛 現在又起訴後態度不佳 那至於誰丟出來完整版 我不與之評 有可能是所有的涉案當事人 有可能是檢察官覺得說 哎拜託姐 我幫你留一點顏面 讓你讓你有機會 在政治上 可以不要這麼快被槍斃 你還去受專訪 檢察官把你丟出來 都有可能 可關鍵是什麼 新的市政有幾個 你根本沒有辦法反駁嘛 第一個新市政 LINE的對話紀錄說 高宏安炸領公費 需要四個助理領滿 哦 四個助理領滿 2020年5月15號 應該是龔衛文跟小杜主人對話 我另外想到一件事 我們走了之後 加班費要找誰幫忙領 你關這三個字就坐牢了嘛 對 什麼叫幫忙領 有加班才有領 是啊 對不對 好問題耶 換語 現在是我你換語局 借可借個就李中庭啊 至少四個否則領不完 否則領不完 那就加一砍 所以要四個才能領到滿 不是吧 你要有加班才可以嘛 是啊 好這第一個 第二件事情 龔衛文離職後還幫高環領加班費 離職以後還領耶 都有賴對話紀錄 2020年8月31號 兔姐我表定做到今天 兔姐就是這個 小兔 小兔主任嘛 就是行政主任嘛 但今天還要跟你勞健保轉租單 並傳送1001零用幾年 四張日記 啊這不談 好 結果呢 做到8月31號 對 10月6號的時候 兔姐傳訊息給龔衛文 水母 九月份的加班費 還要你幫忙領 你做到8月31號 你9月怎麼領 8月31號就離職了 9月還領加班費 還要幫忙領 對還要幫忙領 當然 那這個高鴻安說沒有人頭的問題啊 沒有福報的問題 這個不帶不報還人頭問題可嚴重了 繼續往下看 新市政三 郭棟你的錢被高鴻安 請一個人幫他買找午餐 吳達偉自己招的 對不對 編制於Z9的程訊女助理政稱 這個Z9不是打錯字哦 這Z9是Z9的公司 對 Z9公司 叫做歷史的利 永久的酒 因為我們公司法很奇怪 不准用英文註冊 腦子有動 不知道誰修的 他是由吳達偉支付薪資的 這個女助理 協助高鴻安 在立法院工作 要負責購買高鴻安的早餐午餐 早午餐 及私人辦公用品 支出都是由他先電款 再由辦公室支出 抱枕蜂蜜草莓手機支架 都是高買私用的 直到案情爆發前 他都以為 林用金是自己出錢的 到案發前 他都以為說 這筆是高鴻安自己出的 就是從林用金出的 第四個市政 沒有整理在這邊 陳煥宇說 台中區長補選 對 錢不夠 錢不夠 用公機金出 國庫通檔庫 錢不夠 從林用金出 國庫通檔庫 所以這些事情坦白講 是新的所謂的起訴書